我們的執政 從改革踏出第一領路 雖然歷經種種的艱難跟挑戰 但臺灣已經從十字路口 踏著自信的步伐 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兩個任期 一路走來起起伏伏 由起有落 但是民進黨 有團隊 會做事 會反省 有任性 這不是蔡英文一個人的努力 我和林泉 我和賴清德 我和蘇貞昌 還有陳建仁 和執政團隊所有的夥伴 我們融入與共 一起完成了許多的事 大家還記得 我們推動年金改革的時候 面對了多大的壓力 但我仍然要感謝我們全體軍公教夥伴的諒解 我們完成了年金改革 讓年金財務得以健全 也讓國家的財政有更多的餘育 能為臺灣 為我們的下一代做更多的事情 大家還記得 我們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時候 遭遇到多大的杯梗 但是有了前瞻建設 我們今年跟去年的百年大旱 臺灣沒有一個地方實施分區供水 我們是不是要謝謝兩位院長 還有一件事情 大家還記得2019年的5月17號嗎 即使當時民進黨剛面臨地方選舉的挫折 但是我們沒有放棄改革 蘇貞昌院長 當然給大家的鼓舞 民進黨再勇敢的一次 為國家做出正確的決定 我們在立法院 通過了婚姻平權法案 本來下著大雨的台北街頭 天空真的畫出了一道彩虹 我們謝謝蘇貞昌院長 我們謝謝蘇財